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8号星期三 那么今天两次三大股子呢 整个在早盘的时候啊 都是一个弱势波动的状态 其中大盘呢 我们看到盘中最低点啊 依旧没有啊 跌破昨天的那个最低点 也就是昨天最低点3417点左右啊 今天上午的时候啊 直接低开啊 低开之后呢 然后一路上行啊 到了这个接近中午的时候呢 又一次啊 走低 但是没有破当天的分时的新低 之后呢 一路上扬 尤其是在下午收盘前的 最后半个小时 三大股子呢 均出现啊 这样的一个单边的分时级别的上扬 到收盘的时候 三大股子的K线图啊 基本上啊 都是一个光头的中阳线啊 我们看一下 创业板指数 阳线啊 这个级别稍微大一点 大阳线接近了前期的高点啊 就是4月26号的高点 那从个股的上涨的加速来看 明显呢 今天呢 不管是上海还是深圳 上涨加速远多于啊 这个下跌的加速 说明啊 多头的氛围在进一步聚拢 那么接下来市场将啊考验上方 三千五百点整数关 我认为啊 三千五百点整数关 应该是在啊 最近几个交易内会有突破啊 向上突破 呃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啊 三千五百点 一旦向上突破之后 将迎来啊 一波加速的啊 上行的走势 呃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呃 之前呢 我一直在啊 提示大家 我说啊 骨子没有问题啊 我说从中期的角度来看 反弹的这个节节奏依然没有变化 只不过是啊 在这个3月25号以后啊 它是出现什么 出现横盘区间正当整理的状态 在突破三千五百点整数关之前 会有啊 几次细盘 那洗盘之后 然后一路上行 呃 有的朋友问了 说张老师为什么这么看好这个市场啊 我告诉大家啊 就说目前啊 支持啊 股子进入上行的这个要素有几个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金融板块的银行 我给大家看一眼啊 实际上银行呢 目前的这个点位啊 银行板块点位 指数点位已经到了这个区间的下沿啊 区间上沿呢是2200点左右 下沿呢是2000点啊 2050点左右 那么今天呢又踩到这个位置 而且量能啊已经充分萎缩 同时呢我们看到超卖指标严重超卖 银行板块指数后续起稳向上的概率非常大 这是关于银行 我们再看一下大金融板块的保险啊 保险板块指数同样啊 目前的位置也是严重超卖 严重超卖 超跌之后会有强烈的啊 一个反弹 那么其次就是券商啊 有的朋友说了啊 说张老师不是迂直看好券商吗 但是我告诉大家 券商现在就是一个摩底 但是底呢我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个超卖指标 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日线级别 已经到了非常难得的一个超卖的时机 我们看来下方啊 日线级别周线级别就已经叠加 然后这个地方随时会啊 产生一波啊 比较像样的反弹啊 会随时启动 所以说我们说三大金融板块 目前呢从板块指数上来看 跌可跌啊 这是支持啊 大盘呢不可能进一步向下调整的因素之一 第二个啊 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这个科技板块 比如说半导体这个板块指数啊 我们看一下 目前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啊 一个上升的形态 也就是说第一波急拉之后 然后在幅区间正大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上升三角形啊 现在半导体百块指数还是一个看涨的形态 那么第二个就是新能源车啊 这是一个呃非常大的一个题材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前期呢 下跌之后啊 然后呢我们看到在最近一个阶段 是一个啊构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所谓三重底形态啊 三重底形态啊 然后呢前几天呢站上来 然后回踩 我们看到昨天最低点 刚好在这个三重底形态的净线位置啊 在这起稳 那么起稳呢确认就是今天收了一个中央线啊 很显然这个回踩已经结束 接下来新能源概念指数还是维持一个上行的啊 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希望大家呢啊 就可以这个板块啊 新能源车这个题材可以持续关注啊 关注他一些个股的一些低息机会 当然了呃目前已经是临近四月底了啊 我们一季报当中啊 很多个股的一些财报的披露 基本上到现在都已经结束了 即便啊上市公司亏钱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利空 那么到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来看呢 基本上都已经兑现 俗话说啊利空兑现啊 就是利好 基本上呢就是坏消息啊 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市场呢 新一轮积极做多的力量啊 在进一步的聚拢啊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啊 我看好市场的一个主要因素 就是这个啊 这个图表 呃这张图表呢 我们先把它这个叠加的这个去掉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从去年的这个五月份啊 2020年五月份以来 我们这个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这个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啊 这个走势越是下挫 就代表人民币这个升值啊 这个幅度 呃再加大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前两个月啊 这个人民币啊 有小幅度的贬值啊 最高从六块四啊 贬到上个月的最高点 大约啊 接近六块六左右 那么我们看到啊 这是一个月线级别的图表 这个月线级别图表呢 四月份马上搜关了 我们看到四月份的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K线图 是一个非常啊 呃大的一个啊 月月线级别的阴线啊 基本上呢 是把这个三月份这个阳线已经吞掉了 那么从K线组合形态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看跌的K线组合形态 那么接下来 这个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还是下行啊 应该是五月份还是持续看跌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下方啊 六块四啊 就是说美元对人民币 这个接下来 它这个汇率往六块四的方向啊 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到六点四的这个汇率啊 这个概率再加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升值过程当中 我们看一下大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接下来我把这个大盘呢 给大家做一个叠加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啊 我们做一个叠加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位置啊 就是说从去年的五月份 以这个月为基准 粉色的K线图走势 是我们大盘从去年的五月份以来啊 它的一个走势是什么 总体的趋势是向上啊 向上 但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去年五月份以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就是我们的人民币是升值的趋势当中啊 实际上大盘呢是上行啊 就是说人民币如果处于升值的走势当中 大盘就维持上行走势啊 就是继续上涨啊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 那么这张图表很明显 接下来我们说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话 大盘呢还是继续上行啊 预计啊 呃我们说四月份 这根大盘的月K线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已经快收关了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十字星啊 十字星呢是第一位的一个十字星 当然上个月是长下一线啊 对于月K线来讲 所以五月份收阳线的概率非常大啊 对大盘来讲 所以说呢我还是看好五月份大盘的走势 那么关于啊板块方面啊 呃建议大家 我刚才也说了啊 我拿这个新能源车概念车啊举例啊 建议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啊 这个板块的呃机会 好了今天的投资分享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祝大家投资顺利